走进门丑世界发现更多乐趣 哈喽这里是门丑俱乐会 我是小小 说到大象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在很早以前人类就和大象只为了好朋友 而且他们的智商还是长高 视频中我们看到一辆装满货物的卡车 正在一条非常林林的路上驾驶 大概是由于货物太重 货车的轮子直接陷了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旁边有很多行人 唯独小伙自己在推车 而在卡车身后 大象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大象看到只有小伙一个人在推车 于是二话不说就想捡帮忙了 只见他用鼻子不停地顶着卡车 由于卡车陷得太深 大象尝试很多次都没有成功 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不够大 接着他就往后退了几步 但行人还是没有上前帮忙的意思 最后大象无奈又拼命地用鼻子顶着卡车 看到这一幕不得不说 大象比人还要有爱心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留言互动 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 想看更多优质视频 请点击左下方 关注我们宠俱乐会 我们下期见